开始定植了,我们的黄瓜苗 颜色合缝的,采用颜绵玉的黄瓜苗 现在湿水让了根系的下垂 看下根系多漂亮 根系很漂亮 根系很长 直接无缝对积 太激动了,一拍照片又太激动了 饿不进去了 颜绵植做水培的话,从玉苗阶段直接水培玉苗 用无土栽培的颜绵玉苗的方法 它到定植以后就是一个无缝对积 你看这根多漂亮 这个苗苗采用的是自隔苗 我们没有做加解苗,你看这根 直接放进去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们这次种的半水培黄瓜 我们玉苗采用的是颜绵玉苗 大家可以看到颜绵玉苗的根系非常长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下,颜绵玉苗直接到水培 它是一个无缝的对积 并且我们在这个定植板上,以前我们是开的圆孔 这个呢,我们现在是根据我们的颜绵块的大小 我们直接开成一个四方孔 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光照呢 就不至于再透到我们的种植槽里面 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在定植的时候 我们这个根系比较长嘛 你可以适当的用水一蘸 这样根系就下垂了 下垂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进行定植了 这种颜绵玉苗的水生根呢 然后对水培种植来说 它是个无缝对积,不需要缓苗 明显说的 所以说明显说明我们一来 好多了吧 这种顾形态下来 所以我就在图形态下来